上个礼拜主要是针对几个比较常用的查询函数 包含Index,Virum数,Indirector Indirector会配合一个CHAR函数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定义名称等等的做出配股数量表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回去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把它玩 上个礼拜最后是比如说做完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自己计算出结果之外 另外的话还可以比如说你输入业绩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把资料自动带出来 上个礼拜是自动输入它的业绩 十万百万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这个业绩它会自动带出后面的资料 那这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利用我们上礼拜有提到有关物件 比如说我触发的那个物件是当什么呢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呢 当这个目前的工作表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当这个配股数量表 它里面的C栏 里面的当然就第四列以后呢 会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 那做后续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上礼拜有提过说我们第一个 你需要先找到那个配股数量表的这个物件 第一个这个蛮重要的 这事件驱动 这个跟之前我们按按钮的那个事件不太一样 第二的话呢 利用那个worksheet 这个工作表 它如果有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呢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worksheet change 里面呢它会传给我一个叫target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里面的话呢 它会告诉我呢 如果这个target它的colum 点colum如果等于3 那这个这个叙述意思是说呢 如果判断嘛 如果它是第三栏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C栏 你不能用 这边不能用那个文字的叙述 因为点colum它只支援数字 第几栏 然后呢 而且它是第三列以下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那个target另外一个属性是target.ro的话 如果大于3的话 那做什么呢 才去做这个输入资料的动 那我们实际上是利用那个什么呢 丢公式的部分 那因为上个礼拜呢 都已经把它变成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直接把公式贴贴贴 那比较重要的是哪一列 target.ro 就是意思就是 跟什么呢 跟变动的那一列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删除也是一样 上面是删除 所以呢 我针对这个储存格 把它delete掉 它会删掉 那如果输入资料的话呢 它会输入一些资料 那你这边的话 就可以很顺手的 可以往下填资料 填完资料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资料带过来了 但是目前的程式呢 没有资源 所谓的这个array 就范围 目前在单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如果多储存格的话 你可能要判断它是不是 变动了很多个储存格 如果是的话 那可能就要变动好多个 不过程式就要另外额外 再用别的方式去撰写 这个是上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想细节部分呢 可能回去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 再开启我们范例党里面 那范例党有好几题啦 其中的话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大概讲人事资料分栏 但是除了那个人事资料分栏以外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针对其他的题目呢 去做练习 那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每一题讲 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比如说计算年龄 与那个查询时数啊 这一题其实主要是用什么 第一个 这个地方怎么算年龄 等于是复习啦 第二个话呢 它的开课班别 应该是这个 结束这一题比较简单 逻辑其实蛮简单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开课日期是这一天 那 班别代号指的是C04 C04呢 特别说 C04 结束日期应该哪一天 那实际上这边有一个逻辑是 它需要去针对C04去查询 开课班别 查到C04之后 把它的什么呢 时数带过来 那也就像我们现在上课 每一周是三个小时 每一周三个小时 也就是 假设它是十周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是第一周 第一周哦 那如果十周之后应该是哪一天呢 OK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里的话 怎么样去利用什么 第一个 那你可以想到 第一个你可以用什么 V路函数 去查什么 C04 把它的 时数查回来 查回来之后呢 也许查回来是30 那30 每一个礼拜呢 是 三 等于是三个小时 所以除以三嘛 除以三之后的话呢 那就十周 可是问题呢 目前是第一周 所以你必须把什么呢 把它的第一周减掉 应该吧 把这第一周减掉 减掉之后呢 再乘上七天 七天的话就是总天数嘛 那利用这一天 加上它的总天数 答案就出来了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 所以请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试做看看 因为这部分的话我是觉得 比较不是那么困难 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这个是 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计算年龄 跟那个V路函数查询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所属单位查询 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平常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高明明这个人 他应该是哪个单位 不过C欄已经给你答案了 不过这个C欄是给你知道说 最后是G单位 那为什么是G单位呢 我需要在各单位人员里面 找到什么呢 其实A 那当然你会发现 他查的方式蛮特殊的 他的单位在上面 底下就是他的成员 所以变成说 我需要找到是这个人 再去找他的第一列 把他的第一列结果给回传回来 特别重要 如果你今天是用V路函数一定是不行 那如果用H路卡函数的话 基本上H路卡 我虽然是查第一列 可是呢 比对的是G单位跟G单位才可以这样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查的是高明明这个人的话 这个要怎么去把这个做出来会比较简单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用V路函数 你可以用Index 也许可以配合Match 但是我是觉得像这一题 用VBA写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有些地方我还是比较建议 如果用VBA写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当然第一个 你要找的东西 那你只要做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全部找过 找过之后的话呢 把它找到的同一栏的位置 同一栏的第一列的位置的资料 帮你带回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写个VBA 可以按下一个按钮自动完成的话 那这要怎么写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给各位去思考一下 因为前面都是直接给答案 那有些地方 我是建议你可以想想看 因为很多地方你工作 上面遇到的问题 不见得马上就有答案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当然这个答案呢 在云端上都有 也许如果你再想不出来 你也可以到云端上面看一下 这个是其他额外的题目 那当然还有好几题 那不过我们今天的练习 我希望 可能不一定用V的环数 那我们如果今天呢 希望用人事资料分栏 比如说请各位待会 开启那个325这一题 这一题呢 当然它的逻辑 其实蛮简单的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它的资料呢 来源特别需要 当然未来 可能这个资料 也许分在不同栏 不同的工作表 左边的部分是资料来源 右边呢 是我希望把它分割开来 那也就是说 我在我的资料来源是B栏 那B栏的资料 你会发现哦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 内部号码 这四个一组 再来又重复了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 内部号码 又一组 那我希望呢 这个纵向的四个 可以把它帮我 排成横向的四个 另外呢 因为上面已经有栏位名称了 那我希望呢 把资料带过来 同时 也可以顺便怎么样 帮我把前面栏位名称也去掉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啦 那只是说 怎么做比较快 OK 所以哦 右边是已经看到结果了 我们是希望先把它delete掉 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希望重新再来go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 当然比较快 不过如果你不会 快点的方式的话 可能也只能用突发链钢 突发链钢 当然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哦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就是 横向的 但是不包含栏位名称 我希望搬到这边来 搬到这边来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第一个想到 诶 查询 最常被想到是Vigo函数 不过这个地方 你用Vigo函数 是 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查什么 lookup 没有嘛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你用这一题 要 可能啊 我是建议啊 很多时候 倒不如直接想到 就用VBA 有时候反而用VBA更快 反而你用内建的函数 有时候还没有VBI的快速 我是这样想啊 不过前提可能 你要对VBA熟悉 你对VBA熟悉之后的话 我想你可能就会 干脆就跳过函数算了 直接就自己写 因为有些函数 反而麻烦 要想很多逻辑 像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 你不能用VBA函数 但是你可以用像index 或者像indirect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用index 来做的话 我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过啦 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用那个 简视与参照里面的index 那index函数呢 当然 直接按确定好了 我们用预设的 它第一个会跟你讲 问你说你的array在哪里 然后到第二个问题是 那你这个array 意思说你给我的那个来源范围 你是要第几列的资料 第三个问题是 你要的是第几栏的资料 所以第一个array 这个来源 这个来源就是从这边 那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什么呢 B2一直选 选到下面 所以Ctrl shift向下 B2先选 然后Ctrl shift向下 这样比较快 但你也可以往下拉啦 如果我有时候 资料一多的话 你要拉很久 Ctrl shift向下 反而快很多 第二的话 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资料里面 你要第几列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你要第几列的资料 那我要第一列的资料 所以给它1 那你要第几栏 因为这边只有一栏 所以呢 只能是1 OK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入职时间就带过来了 那当然再来姓名的话呢 诶 其实 同理可证嘛 其实如果说我今天要做的话 这边应该什么 列 蓝是同一蓝 因为指于蓝 那列的话呢 应该是指的什么 它的下一蓝 不是 下一列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把同样的公式贴过来 改成 2就可以了 诶 所以你会发现咯 如果你要把那边的资料 带到 左边的资料带到右边的话呢 那基本上你可能要先变出什么 这边是1 2 3 4 然后呢 5 6 7 8 一直到多少呢 可能它全部32 32比吧 所以你可能要一直到32 也就是你 你大概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数字表格先 那所谓的数字表格是 你要抓的是 第几列的资料 那前面呢 我们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先产生那个数字资料的话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有 好像那个99层法表里面呢 我们用到一个叫 叫做那个 Colin Colin 参考到第四 蓝 向右填满 第五第六第七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剪掉 假设我要参照的是第一 第一蓝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剪掉三 打个勾之后的话 向右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他参照到的 都会是1234 那如果我希望呢 1234 5678 一直到32的话 那前面好像有做过 有没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 我的习惯是 加上 因为呢 如果在下一列的话 应该要加上 1234 4的倍数 就1加上 4那5 5678 再来就是 4的两倍 就8 就是9 10 11 12 一类推 所以呢 这个固定的规则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 我的习惯是加一个Row Row怎么样呢 特别追 这个Row 它目前会抓到 你现在所在的列 但是它现在是第二列 你可以把这个第二列先剪掉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列 不加上 4的倍数 那先减 所以先把它前刮弧 后刮弧一下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列 不要加上4的倍数 所以乘以4 但是呢 如果我向下一列的话 2就变成3 那3如果减掉2的话 它回来1 那1乘上4呢 以4的1倍 那如果 假设这个地方 往下是4的话 4减2就2倍 3倍 以此类推 所以其实这招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数字表格 都可以用这种类似的公式完成 我其实我蛮常用这种公式 然后向右 向下 OK 第一个 那我们就产生1到32的表格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数字 有没有 直接放到index里面去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资料搬过来了 但是搬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 诶 资料搬过来 可是我还要怎么样 把前面的栏位名称给去掉 那你不是如果搬过来之后 后面又突发了 不是 所以你要怎么样最快 可以把搬过来的资料 前面的 诶 其实你会发现 冒号前面 包含冒号的资料 全部把我删掉 所以如果说你要冒号前面的资料 包含冒号的话 其实有几种方法 要不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5函数 有没有 寻找它的位置到第几个 然后呢 以后的在mid把它切割 这一招啦 不过 我觉得这一招好像有点 没有很 很OK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另外有一招怎么 入职时间姓名公号 诶 你会发现哦 刚好跟它这个规则怎么样 是一样的 它的长度只差一个冒号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 利用上面的长度 去加一个字嘛 然后如果要切割的话 就下一个字 所以加两个字 再把资料给抓到这边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也许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先产生1到32的表格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第二阶段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用什么 用那个mid 用index函数 把资料真的抓过来 那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再把抓过来资料的前面的栏位名称给去掉 试一下哦